哈囉大家好,我是新鮮妹 今天要跟大家做泰國山竹的開箱 首先先回答大家兩個常問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山竹是忍動的呢? 那是因為台灣目前新鮮山竹因為檢疫的問題禁止進口 所以才會是忍動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山竹送過來是不是切開的呢? 那是因為進口檢疫的關係 所以會在泰國那邊先做切開的檢查 才會是先切開的唷 忍動的山竹呢,要先在常溫下呢 等待20分鐘的退冰 才能做食用 不然的話它裡面會太硬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外面這個膠帶呢 撕開 割開後呢,我們就可以用湯匙的根部把它挖出來囉 這樣子就可以吃到美味的山竹囉 酸酸甜甜的好好吃喔 好久沒有吃到這麼美味的山竹了 這個可以吃到大熊嗎? 不是幫人們吃的嗎? 好久能吃到他們